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谢迅就用计逃脱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狠毒展现的淋漓尽致 可以说尽得成坤的真传 因而让人非常厌恶 第二名是成坤 在倚天当中成坤这个角色的狠毒是众所周知的 先是勾搭别人的妻子 后来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把弟子害得很惨 不仅杀光弟子全家 之后还让自己的弟子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师父真是三生不幸 成坤的形象令人厌恶至极 可是在故事中还有一个人比成坤还让人厌恶 他是谁呢 第一名是显于通 其实有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姓名 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令人厌恶的事情 那就从这儿了解 显于通是当时的华山派掌门 但是他做了不少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 当掌门前抛弃了两个为他付出的女人 其中有一个是胡青牛的妹妹 而胡青牛的妹妹因为被抛弃而愧疚自杀 自杀时还怀着显于通的孩子 因此显于通的这种行为极其可恶 令人厌恶 在这儿将其排在第一 你认为一天中还有哪些男人令人厌恶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